唉 疫情這樣子 再下去 工作室 付不出薪水啦 喔 真的沒有薪水怎麼辦啊 欸 不過我幫哥哥找到一個重回職場的好機會喔 蛤 什麼 而且是哥哥熟悉的品牌耶 什麼品牌 就是電競界的一條龍 莫非是 Q Q Q 沒錯 就是他 回心 MSI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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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服務旗艦店 以前都只能在電視上面 或是在頻道上面看到你開箱維新的 最專業的產品 沒想到今天看到你 本人比頻道上面還要帥 原來是粉絲來的 那今天我就直接正式了 好今天就是我們的節目 小猴哥哥的二度就業片 今天就正式成為維新的實習店長 好啦好啦我不幹話那麼多了 那我想要問一下老闆 那為什麼呢我們維新會在這邊 設置了我們的展示服務旗艦店呢 粉絲你知道今年是維新的35週年嗎 哇 35週年 35週年其實對一個企業來講 是一個不簡單的年紀 我們今年呢 為了要服務更廣大的新北市的客人呢 我們今年決定了在這個 35週年的這個時間點 特意把展示服務旗艦店開起來 那這個旗艦店呢 除了說以前的收穫 跟取貨之外呢 其實我們你看到的 我們增加了很多的產品的展示 讓使用者呢 除了來維修之外呢 也可以提供到我們最新的 維新的產品 那老闆我想要知道 我今天要通過怎樣的測試 才可以成為正式的店長 那我要先問你一個問題 嗯 你有服務熱忱嗎 有啊 哇靠已經到頂點了 你就拿到最基本的50分了 什麼 有熱忱就50分了 那後續還有什麼樣一些考驗 要等著我來測試呢 50分是最基本的 後面的考驗才是最艱難的 不過你不用擔心 我們已經準備好一系列的教育訓練課程 幫助你達成這個願望 首先呢 我們會派出維新最高品質 對服務最有熱忱的 而且他是維新裡面最高原質的學姐 他會一路的帶領你 體驗整個一日店長的訓練課程 哇賽 學姐 維新太了解我 這工作超棒的 哈哈哈哈 可是他有另外一個外號 他是魔鬼教練 啊 什麼 要來維新當店長 其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學姐好 我們現在就在展示服務旗艦店 那我想要了解 這裡的服務有哪一些呢 我們這個服務其實跟一般的服務 可能沒有到太大的差異 但是我們這邊除了接受服務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維新現場的維修 我的天啊 這個 鼎太風嗎 這其實是差不多概念的 就是我們可以讓客人來這邊送店的時候 可以坐在這邊可以觀賞一下 我們維新的維修現場的狀況 哇賽 好險我們是穩足 如果來這裡上班的話 哇壓力爆大呢 放心我們的工程師 就算是沒有人注意的時候 維修都是一樣的專業 所以這點是不用擔心的 另外我們之後還會有運輸料件 就是專屬的行動機器人來進行送料 來避免出錯 哇賽 也太科技了吧 那接下來我來給你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個展示服務旗艦店的亮點吧 首先可以看到在客戶等待的時候 可以觀賞由報廢板卡組成的裝置藝術天花板 到時候我們疫情結束也會提供咖啡 讓客人可以在這邊小氣 我們這邊的木桌也提供讓客人帶產品來維修 需要現場進行備份等操作都可以做使用 前面主要為展示區域 後面主要為服務區域 那我們的展台及展牆都有各產品線的最新產品 可供大家體驗 另外還有結合微星主機以及螢幕打造的賽車模擬器 讓大家可以體驗你真的賽車實境 讓客人等待的時候可以玩玩遊戲或是開開賽車 感受微星產品的效能 我看這些對小豪哥哥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展示中心的產品大多都有實測等等 我相信考核一定沒問題的 學姐那你覺得我現在表現好不好 你今天整體表現真的都蠻好的 但小豪哥哥你的賽車真的是開得不太好 因為像在我們微星 大家除了就是專注在工作之上 大家還要很會打遊戲 才能更貼近玩家的需求 喔好我加強 老闆我剛剛已經體驗了蠻多的工作了 那我後面還有哪些工作需要再了解啊 那我想先問你 你今天做了這麼多體驗 你有沒有發現有什麼不一樣的呢 有耶好像有一個夏日的一個健檢服務 因為蠻多的消費者來問這個問題耶 沒錯 夏日健檢活動呢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微星的服務客人一個傳統 其實他不是只有夏季 他其實也有春季 所以微星一年我們做了兩次健檢 哇這麼好喔 而且都是免費的喔 哇那更棒了 不管你是保固內的客人呢 或者是保固外的客人 只要你有擁有微星的產品 你就可以在這兩個時間點 拿回來微星幫你做健檢 幫你的系統做檢測 可以讓你的系統的效能更加升級喔 哇賽難怪微星的粉絲會這麼多 這麼愛這個品牌啊 而且今年呢我們還加碼了 加碼 以前呢我們只針對系統產品在做健檢 今年呢我們連顯示卡跟主機板都有喔 太大心了 所以趕快跟你的好朋友們 親人們趕快叫他們有微星的產品呢 趕快帶過來健檢 如果沒有呢 叫他們趕快去買喔 剛好可以在這個地方 你服務的店可以做購買 順便來看我一下啦 那我想問一下老闆 那我們今天的分數到底是幾分呢 那我要先問我們的魔鬼教練學姐 Candra今天給你幾分呢 今天小豪哥哥表現我打90分 恭喜小豪哥哥通過我們魔鬼學姐的考驗 那我今天個人呢 也在旁邊的觀察了你 我覺得你的表現真的不錯喔 所以恭喜你 過關了 歡迎你加入微星這個大家庭 你不要高興的太早 真正的考驗現在才開始 我還要安排你到我們的工程部去學習喔 什麼 我文組耶 好今天就是小豪哥哥在微星的展示服務旗艦店的一日店長內容囉 那相關微星的粉絲 歡迎大家來這個旗艦店 另外呢 各位微星人也辛苦了 有這個旗艦店也是你們的努力啦 好後續的話 小豪哥哥要到哪裡繼續出我的二度就業任務呢 就麻煩請關注我的粉專 以及關注我的頻道囉 OK 掰吼